- 长沙摆摊人,长沙暴力执法,警察现在准备抓人了,这是长沙的警察,长沙的形象。 - 长沙的厨管。 笑死了 一名疑似中共高干的后代 在抖音炫富 引发舆论关注 此人晒出于24亿人民币夏童的账户余额 并吹嘘奶奶给的生日礼物是1.8亿 网民称叹为观止 10月5日 一个名为东东安安的抖音账号 在一段疑似谈论经济议题的短视频下留言炫耀 几个亿 我20岁生日 我奶给的就是1.8亿 没想到这一句流言爆火 迅速引来近万条回复 起初部分网民嘲笑此人在撒谎吹嘘 该账号随即晒出一张网上银行账户截图 显示此人拥有某银行尾数为8888的一类账户 账户余额超过24亿元人民币 屏幕截图显示 该账号发布这张银行账户截屏时的IP地址显示为法国 网友们还围观了该账号此前发布的视频内容 大部分人开始相信他的话 并惊叹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根据网友所做的截屏视频 该账号本来只有千余名粉丝 关注度并不高 但是其中展示的内容令人触目惊心 该账号不但展示了豪车 豪宅和各种奢侈品 还显示其累计捐款金额已接近千万元人民币 此外 该账号晒出的老照片 包括疑似其祖辈 与其他中共高层军官的军装合照 其家族成员与中共开国元帅朱德的合影 还有中共国务院颁发给其祖辈的任命书等等 此人还展示了奶奶的部分珍藏 包括各种珍奇的古玩字画 还有一幅疑似毛泽东经手过的李克燃画作 该账号发布视频时显示的IP地址 包括北京、英国等 网民猜测 这可能是移居法国的一名红三代或者红四代 抖音网友纷纷留言 这剩是如你所愿 哪怕只是看到了天宫的一角 就已经远超我们的想象 我为我的孩子可怜 还得继续被吸血 找找门路必须跑了 海外X平台上 有网民留言爆料 我在法国留学的朋友认识他 他们在party的时候 互相介绍过 经常给女生们转钱买礼物 今天我还去问了很多 问出来很多事情都吓坏我了 当时他还说 法国那他有大厨 中餐西餐都有 吃饭可以找的 他也不是学生了好像 网友们纷纷大骂中共 1.8个亿只是境内的零花钱 真正的大头在瑞士 普通人活得如此艰难的根源找到了 咱为牛马才能换的 得 赵家人的娇奢淫义我好感动 没想到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为人民服务 可能因为此事泄露了中共太多阴暗面 五日当天 抖音号东东安安就被屏蔽 大量评述此事的相关视频也被删除 真的是太可怕了 简直是太不像话了 这两天玉米价格彻底是疯了 玉米价格已经暗无天日了 生加工企业想怎么掉就怎么掉 三分五分都不交调了 六七分是跑长套 山东甚至更有一家全国最牛逼的企业 一天就跌了九分钱 市场的混乱 各种资本的趁火打劫 玉米价格已经杀红了 调价的那是调的是天昏地暗 简直是无法无天 你压价也压价 你压价压到这个账金天良 由来自有资本校 有谁听到的农民哭 这几天呢 东北地区调价吧 倒是比较少 调才个三分两分的 你看现在的华北地区 尤其是山东地区 已经完全失控了 东北地区的贸易商呢 也不是等钱之辈 挥刀霍霍向农民 正在运念一场更大的这个降价 狠狠地宰咱们农民一把 说到这儿啊 我心情是相当的悲痛 我真不敢相信啊 这是一个现实 这难道是中国吗 你们这样的压价对得起良心吗 你们左一轮的压价 右一轮的压价 你废的事干啥啊 你直接上农民手里抢就完了吗 粮食究竟由谁说的算呢 一个大国 谁应该掌握这个粮食的定价权呢 假如说国家不管 由资本来说的算 那我看那农民呢 干脆就别干了 出去要饭就好了 因为要饭呢 起码不赔钱 你种地是真赔呀 口口中说 农民种地有钱赚 可是一米价格跌成这样 农民还有钱赚吗 就按现在的一米价格 暴地的农民呢 真是赔的是血流成河 有关部门你算过吗 这个价格农民收入 还会年年增长吗 粮食啊是国质根本 既然我们鼓励农民呢 种粮食 那我们就要好好的保护 粮食的市场价格 粮食的价格 怎么能让资本来如此践踏呢 农民辛辛苦苦的 给国家种粮 一年到头啊 就指望这点粮食卖钱呢 那怎么把它推向无情的市场呢 任人宰割呢 民乃国家稳定之基石 保护粮价就是稳定民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粮食就是农民的命根子 所以呀 一定要好好保护粮食的价格 从去年开始 农民呢从事养殖的种植的都赔钱 啊 依旧在天天喊粮食大丰收 农民呢收入稳定的增长 这是坑农 都拉家来了哈 还是那句话 张猫了也不买 死猫屋 藏他娘也真干顶价哈 这可是粮食 烂制箱子烂制盒子 买破篮还六七猫的 厚厚的粮食 死猫屋 啥都贵 都是粮食不贵 大家都知道哈 赏品价值 取决于供需管系 要说咱自己的粮食哈 供打越旧 价格偏底地 也可以立即 还咱娘里天天进口别的国家 那个粮食哈 也不提高咱自己的价格 天天相对真行 真行他哪个底啊 张猫也不买 你说咱这农民到底得罪着谁了 翻骂天条 来敢着想问问你 从中到手 风流来雨流起 顶着大太阳 过着窑 倔着钉 晒个去黑 帮着售价来了 四毛钱一斤 还没那费品支架子归呢 一斤支架子还能卖五六毛呢 亲人 这是粮食 这是粮食 这粮食要没有了 有一个算一个 不都得握上吗 一个也跑不了 咱也不知道 是哪个缺德的毛印 你盯着这个件 好几斤帮子 买不了一片矿泉酥 这一目的的帮子啊 都不够一个日交合作医疗的 这老农民要是三年不种帮子 不握上你这青毛不蛋吗 你说 吃农民的粮食 砸农民的果 你就说这些个年 这五件啊 都上涨 是吧 都不知道涨了多少倍的 咱就是说句不好听的 就那插屁股子啊 还得四五块钱一斤呢 这粮食 亲人 三四毛钱一斤 还有那农药啊 化肥啊 种子啊 都不知道犯多少倍的 是吧 咱村里这些个总地的 一半的都是上了碎碎的 辛辛苦苦 总留这一年地 到最后还赔钱 别说这老百姓没钱 就是有钱啊 也不够你们花了的 一会儿叫这费 一会儿叫那费 反正就是一个劲儿的救啊 老百姓啊 就子王中这点地 这点受成养老力 你说啊 这活也干了 利也处了 到最后三四毛钱一斤 累个八十百忙活呀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